截止这个主题呢是由这个南加州的Diamond Ball High School的这个华语家长会 这个叫做来宾点唱 这是他们点就是说指定要我讲的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这个议题 因为本来时间上来差不多嘛 那我在讲这个议题呢 说实在的我已经做这个就是教育三十几年 然后这个大学申请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十几次做这件事情 真的想一想很可怕 很可怕 因为呢每一年都有毕业的学生 然后有新的学生 然后呢身体纪我们又开始很紧张 然后又又把他们送走 像我上个星期去休斯顿演讲嘛 然后我就去那个我的一个家长 他开的餐厅吃饭 然后他的那个女儿呢 就是当初见到我们的时候脸都很臭 然后呢每一次见到我们脸都很臭 然后跟他妈妈也是针锋相对 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因为他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他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就是一直宅家 后来真的进入学校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不好的成绩 然后他也很在乎 因为他从小成绩就很好 然后呢他就去跟老师争取 老师也不理他 结果他就一路往下滑 成绩就一路往下滑 他最后的这个GPS非常的低 二点多可是呢后来呢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他进了非常好的大学 美国前三十而且他还拿了奖学金 他整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上个星期我在见到他的时候 他脸一点都不错 他整个晚上都在跟我们聊天 非常的开心 然后还跟妈妈说 你要准备12年的学费给我 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要读到博士 他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你觉得 就是说可以随随便便 可是对孩子来说是影响一声的 所以我真的很高兴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 这个孩子现在非常的开心了 好那当然了 申请的这个流程表 我还是要在这里给你看 那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冒火了 好所以进入九月十月 就是整个就是这个线路热战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申请的这个提早申请的部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工作的时间表 那我要再次跟大家提醒 好这个工作流程跟他的这个复杂性呢 跟你申请什么级别的大学都没有关系 你申请最好的大学 跟你申请最差的大学 你都是要走这样的流程 都是同样的工作 都是一样的麻烦 甚至你将来去读的时候 最好的大学跟最差的大学 除了私立公立的分别之外 他的学费都差不多 这就是麦当劳跟这个米其林 都是一样的定位的这个 去做reservation 定位的这个流程跟这个价钱都一样 所以你要吃的是麦当劳还是米其林呢 如果他们都一样的价钱 定位的手续也一样 这个我就是要提醒你们 然后呢 我把这个工作表给你们看呢 可能你们也可以记下 就是拍照留下来 不是叫着你拿这个工作表去 烦你的小孩去那里唠唠叨叨 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是真的不要唠叨 你唠叨真的就是不会有帮助 而且呢还会把事情搞砸 好那进入正题呢 美国的大学申请跟全世界都不太一样 美国大学申请的总共 就是大略来说有三个方式 提早申请 常规申请 跟收到保 收到保就是说呢 他没有一个截止日期 他一直收一直收 收到他名额满为止 所以这类的学校可能不是说 等级非常的好 那我讲的这个麦当劳跟米其林 这种可能就是比麦当劳还要稍微更差 所以呢 这个提早申请呢 跟常规申请呢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比较会在这上面 去做 就是做工作去做申请 好那提早申请的部分呢 又有就是说 OK除了提早申请之外 其他的申请 我把这个截止日期都列在这边 提早申请一 是大概是11月1号之前 或11月15号之前截止 学校申请二 大概是1月1号到 或者1月15号之前 所以都不一定 都要看学校 然后加州大学呢 今年是12月2号截止 我们上次讲过了 那这个常规申请是 每个学校不一定 然后收到保 也是就是没有一个截止日期 他就一直收一收 然后今年的这个FAVSA 我们上次讲过了 是12月1号上线 12月1号上线 所以今年的这个 助学金的申请 一定又是一个很混乱的状况 好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期待了 好 那 好 那你多早以前可以开始行动呢 我已经讲过N次了 8月1号申请表就开放了 甚至呢 有一些申请表 你11年级就可以开始填了 所以呢 你可以很早就开始填的 所以你当然填了 你可以修改嘛 所以这个呢 呃就是 你呃8月1号 可以开始去做你的 这个申请的资料 好 那这个申请呢 提早申请呢 有就是 我我就是从简单讲到难 好 因为我觉得对 不是这个工作的人 可能有一点混乱 所以我慢慢的讲 提早申请呢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EA 叫做Early Action 一种叫ED 就是Early Decision EA就是说 你只是Action 你只是做这个动作而已 所以 你录取了之后 你没有做Decision 所以你可以不去 你可以取消 呃你可以选择去别的学校 好 那ED呢 你就是要签一个合约 就是说 你被录取 你必须去读 无论 比如说 你被这个学校录取了 然后你又被什么史丹佛录取了 你不能不去这个学校 因为你已经签了这个合约 好 当然如果你要去听一些什么 呃就是外面这个乱七八糟的说法 那个我不管 好 我现在就是讲说合法的来说 你应该就是不可以后悔 你必须要去 好 那我们要再次强调 因为今年的这个提早 呃这个发扫助学金呢 以前都是11月1号开始申请嘛 所以你在这个提早申请递送出去之前 你大概已经核算过 因为你已经做了发扫申请 所以你大概已经知道 你会得到多少助学金 所以你可以就是比较呃知道说 哦 我要申请哪一个学校 作为Early Decision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变成12月1号 才能开始申请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了 你到底能不能够付这个学费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decision 就像是要结婚这样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Early Action Early Decision 还要再细分 好 像Early Action呢 就是我刚刚讲过 你被录取 你不一定要去 有麻省理工 这个伊利诺乡兵分校 德州大学奥斯丁 好 那Early Decision呢 像杜克大学 纽约大学 你被录取 你一定要去 那另外呢 有两种 一个叫做 Restrictive Early Action 一个叫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好 那 REA呢 有哈佛 圣武大学 这个 SCEA呢 有Single 这个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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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他们两个的差别 没有很大 就是可能 比较 类似 名称 不同 就是 你申请我们学校 你就不能申请 别的学校 ED 或者是 你可以申请公立 学校 当然了 就是说 你 你可能 就是说 有一些限制性的 那另外呢 Early Decision 有一些学校 有第二轮 像这个 芝加哥大学 东北大学 好 那这个呢 就是 大概 有这么多种 好 可是呢 今年 我刚刚讲过 我还是要再度强调 因为这个 FAFSA的 这个申请呢 要到12月1号 才会上限 所以你可能 如果这个学费 是一个你的考量的话 你可能真的就是要 就是算盘打一打 去看这个 就是说 就最好就是说 找我们的这个 助学金专家 如果你是我们的学生 先搞清楚 你负担得了 负担不了 才去选这个学校 作为ED 对不对 那 这个呢 对于 如果学费不是问题的 学生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可能 申请ED的人 就会比较少 所以 竞争者就少 好 这个当然也是 另外一种思路 好 那么呢 你可以用 不同的组合 去做这件事情 譬如说 你这个 哈佛大学 的这个 REA 然后密歇根大学的EA 普渡大学的EA 好 就是如果你 真的 成绩非常顶尖 或者你中等来讲 你可以 波士顿大学的ED 加上宾州州立大学的EA 好 所以这个 真的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不是 你一定 就是要照这个配方 这个真的就是要看个人的状况 好 那 好 你申请了 对不对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放房呢 就是 如果是ED的话 就是12月 大部分都12月15号 就是圣诞节之前 所以你就 很开心啦 可以过一个 很开心的圣诞节 如果你得到入去 那ED2呢 就是2月 好 那大概也是2月15 所以 也是比常规申请来得早 因为如果是 这个常规申请 大概到三四月 那个是很煎熬的 其实呢 我们的学生 我们每一年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榜单 是全世界最强的 超级榜单 好 那不代表 每一个来我们公司的 学生 都是一定要进顶尖大学 因为我常常讲过 如果像 我刚刚讲的 休斯顿的那个小孩 他曾经非常非常的差 可是 他后来进了 这个前30的大学 那对他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来说 不是每个人来我们公司 都是要去长春藤 不是这样 就是 就你的状况 申请到更好的大学嘛 好 那我们每一年呢 那个超级榜单 就是每一个人看 嘴巴都会 张得很大的 那个超级榜单呢 其实有一半的录取 一半以上的录取 都是来自提早申请的 因为真的 就是说提早申请 在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很有优势的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几年呢 提早录取的这个 就是这个录取率呢 在各个各大名校呢 其实有的增加 有的减少 但是改变并没有那么的大 所以他还是一般来说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策略 好 那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顶尖大学 他是在提早录取里面呢 大量的把他的总招生人数呢 一半以上就是都招进来 所以形成较高的录取率 像哈佛大学 他大概40到60%的这个学生呢 是从提早录取里面录取的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的录取率 平均是3.59 可是他的提早录取呢 是8.74 如果你是申请常规录取呢 就是只有2.7 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别 是不是 大概三倍的差别 好 所以这个呢 真的就是有他的优势存在 像这个呢 是去年就是说 几个比较 就是说顶尖的大学 你可以看到他的常规录取 跟这个提早录取呢 就是都是有蛮大的差别 而且他的这个招生人数呢 在他的这个 就是在提早录取的部分 他就招了很多学生 所以这个呢 就是蛮明显的啦 是不是 蛮明显的 像这个Emory 对不对 Emory 他就是说 这个提早录取有32个percent 波士顿大学有34个percent 所以这个真的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数字 好 但是呢 有些大学就不一定 像南加大呢 他的这个 录取率 就是在 他是 这个是第二年的 这个提早申请 他使用必要申请 前一年是2023年吧 他的录取率更低 好 就是只有5点多好像 那去年呢 他的提早录取是7.2%的这个录取率 以前也就是高了一点点 可是呢 他的这个呃就是平均的录取率9.2 所以呢 其实他提早申请是更低 为什么 因为他提早申请是有这个奖学金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有点差别了 好 那这个呃就是提早申请的部分呢 他收到的是这个4万1000个人的申请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都喜欢南加大 他们都提出提早申请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呃 非常怎么讲 受欢迎的一个学校 南加大真的很受欢迎的 南加大真的是很多学生的number one choice 为什么呢 因为南加大他知名度高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独破头的那种概念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喜欢 又在洛杉矶 是不是 大家都好喜欢 好 那你说我不是超级学生 你讲什么哈佛史丹夫什么的 我觉得好可怕 对不对 其实不是只有超级学生才能申请 提早申请 像这个学校 Santa Clara Santa Clara呢 就是在硅谷的正中间 你可以看到他旁边都是什么 什么Cisco啊 什么Intel啊 Yahoo啊 这个Apple啊 所以这个学校就是占了一个地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对 这个学校现在非常的受欢迎 他的提早申请的录取率合并是52% 可是其实他的ED大概有70% 好 因为他有EAED ED有1跟2 所以呢 其实申请这个学校 真的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提早申请的 然后呢 录取率 像ED就有大概70% 真的就是蛮好的 如果常规录取 大概就只有40% 所以这个学校如果说 你不是一个真的超级学生的话 其实这个学校也是一个蛮好选择 可是呢 现在这个学校当然啊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Computer Science 就不是就不是这个录取率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啦 因为他Computer Science 当然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硅谷的正中间嘛 当然就是很难进哦 好 所以呢 关于这个提早申请的录取率呢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说占到最大的优势 为什么呢 像Stanford 他的这个提早申请很多都是超级运动员 可能有这个奥林匹克选手 或者VIP的申请人 也就是捐款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ALDC ALDC就是这个运动员校友 这个Deans Interest 就是这个系主任特招跟教职员子女 就是教授的这个小孩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一直以来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优势 那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 有些学校已经取消了 但是大部分的学校目前都还是有 所以呢 你像在布朗大学的提早申请里头 他通常会录取200个运动员 跟100个VIP学生 所以这个就是占掉名额嘛 所以即使扣掉这些特别厉害的人 这个普通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提早申请的录取率 可能还是会有10%左右 但是他的常规录取率是3.5 所以还是有优势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不是这么厉害的人呢 你可能不会占到最大的优势 可是你多多少少还是会占到优势 我们现在是在讲说 你申请的条件非常好 OK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话 那真的就不用讲了 因为呢 录取率比较高 所以不合格的学生申请的人比较少 也就是说 大家都要自知之明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 你什么 什么 二点多 你就申请个史丹佛提早申请 这是真的不要傻了 连那个奥运选手 都不可能这样做 好吗 我们做过好几个奥运选手 他们也不能差那么多的 当然他们是在很久以前 我们就会跟学校谈 就是说他大概要达到多少的级别 跟多少的SAT 好就可以 所以这个都是有商量 而不是说就是说 你就这样子很差 还是可以录取 不是这样子的 好 也就是说呢 提早申请呢 大部分呢 都会有比较高的录取机会 而且早获申请早吃定心丸 像我很多的学生 像右手边这个就睡不着觉 这个就是你在那个等那个结果 可能等到三月四月就是很焦虑 很多学生提早申请 得到好的结果 哇 整个人都这个不但是躺平 而且是这个 这个超级开心的躺平 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呢 在申请上呢 充满了意义 什么意义呢 就是你对这个学校充满高度兴趣嘛 然后你也会让他觉得说 你比较有效率 比较有条例 而且呢 也比较容易拿到面试的机会 所以这个呢 都是优势 好 好 那哪些学生应该做提早申请 我们刚刚讲了 超级运动员一定要的啊 VIP申请人 ALDC 我们刚刚讲过啦 好 你跟学校超契合 就是你就是真的是 像他的学生 这个学校就是很适合你 好 然后你的申请材料跟条件都完备了 好 你早早都已经把这些东西 什么GPA SAT 课外活动都已经弄得很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 好 那不适合的人呢 就是如果你之前的成绩没有很好 所以你需要12年级的上学期来拉高我们GPA 因为私立大学的申请很多 还是要看12年级上学期的成绩 所以如果你12年级上学期成绩好来讲呢 还是多少有帮助 所以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提早申请有优势 那有一些学生他的成绩就真的是不大理想 然后他就我们没有帮他做提早申请 然后他就很生气说 为什么没有帮我做提早申请 我朋友他们都说什么提早申请最好 问题是你不适合啊 因为你这个成绩要12年级的上学期你还要再想办法拿到多一点A来把成绩拉上来 因为有些就是什么2.9啊什么的那种真的就是对不对很难嘛 好那你就是不适合 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是SAT ACT还没有搞定的 所以这些人呢真的就是好 为什么不早一点去考这个考试呢 那我们刚刚讲过学费的问题也是如果你是ED就不适合 EA当然是可以的 那有拖延症的当然拖延症患者这个真的就是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个顾问在后面这个啰啰嗦嗦的去拉着你的话 当然还是有有这个一定的效果 像我之前有个学生他跟我讲 他说这个申请期他后来他后来是进了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他说我们的那个顾问哈传了一百多个讯息给他 就是传一百多个讯息去就是跟他沟通 所以你想看所以我觉得说苏仔我也不想你们研究这些东西干嘛 就像说你有那个致辞对不对 你要把致辞你需要去考牙医这个医学院吗 不需要啊你就去找牙医就好了 为什么你需要研究这些事情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不适合的人了 好然后呢如果说你确定你要做申请申请这个提早申请 你不要犯这些错误 第一个就是我要在助强调你的ED如果你负担不起学费 你真的就不适合真的是 而且ED不但是学费的问题 如果你不适合这个学校你真的也不要去 像我们之前一直讲你要去参观学校 对不对像康乃尔他的这个地址地点就是一个比较 你要坐什么 飞机到纽约他在坐小飞机或坐巴士进去 然后又在一个山谷里面 所以就很多小孩子他不见得适合 所以你要先去看啊对不对 那你一大早怎么都没有去看呢 所以你要先去看好那有些呢就选择太高或太低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王牌 对不对你选择太低浪费了这个王牌 你选择太高你又勾不上 说实在没有意义对不对 然后违反了ED的限制 这个其实跟刚刚讲的那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录取之后你就必须去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申请别的学校 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限制你都要搞清楚 那不但使用EAED的组合 我们讲过因为有一些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不能乱组合 那你乱组合呢有的时候你学校 不是有的时候你的学校的顾问也会发现 所以你也是会出问题 因为你要他的推荐性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然后呢11年级成绩有所下滑 所以呢你的GPA就是不理想 这个我刚刚也讲过 没有个人策略对不对 像最近因为申请期嘛 很多家长来找我们 那很多的这个学生的这个Resume 我们不能讲一言假啦 但是很多的课外活动真的就是这个不可能 那这个说实在很多假的东西 真的我也不要再讲了 真的就是假的太明显 真的就是就是怎么讲 因为很多就是说实在的 我真的跟你们讲很多假的东西都一样 好所以真的真的拜托一下 不要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 好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说 这个新闻是讲的 就有一些大学他们会分享他们的那个Early Decision的那个录取 所以呢这个司法部在调查 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私底下有讨论 所以呢有没有可能你申请这个A学校跟B学校 那A学校跟B学校讨论 然后就是说他们不要两个都录取你 所以只有一个人会录取你 有没有可能 所以你要先想好 所以你的策略很重要 你到底是适合A学校还是适合B学校 你到底是要哪一个对不对 好 那这个申请上呢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人格特质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来讲的除了比分数 就是比人格特质嘛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协会 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审核要件的这个仅次于成绩的 那你可以看到录取率低过50%的私立大学都觉得非常重要 那这个基本上50%对不对 所以就是几乎就是说可以去的大学 有一些大学真的这个录取率80% 90%那也不用去啦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大学嘛 所以人格特质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还有这个另外这个呢 就是一个crashbridge的这个申请平台 也是算是提早申请 那这个呢是给低收入户的家庭 我一般很少去提这个申请平台 因为呢可能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不适合 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呢 我们有做过几个学生是透过这个平台录取的 那这个呢是年收入6万5以下的学生 家庭的学生申请 然后他们跟几乎都是最好的大学合作 做比对 然后呢就是基本上被录取就是都不用付钱 好那这个是9月27号截止 很多网络或者是外面的传言就是说 这个是比较容易被录取 其实yes and no 你可以看到去年它是他史上录取最多的 这个一次2242个学生被录取 那有很多人吗 没有啊 之前就1000多个人 没有啊 所以像我那天遇到一个这个女孩子 她是一个白人 她不是我们的学生 她高中的GPA是4.9 然后SAT是1580 她就用Crashbridge申请 可是她的家庭的年收入 就是大概6万5左右吧 没有很就是没有不是零啦 然后她什么学校都没有被录取啊 她后来去了一桶查尔大学 然后她就问我说为什么 她4.9的GPA 然后她的SAT1580 当然我没有去 因为我们只是在餐厅吃饭 遇到的一个女孩子 没有去看她详细的东西 我又不是在上班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东西你要想一想哦 你这个Crashbridge去申请 都是很优秀的学生 那他们很多人的这个家庭年收入是什么呢 是零 是零 然后再配合上 她是某种种族的 那你觉得她的录取机会 有没有比你更大呢 你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个 非常强效的一个一级一级要 所以你真的是要想清楚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专案 叫做早鸟专案 就是初中生呢 如果加入升学规划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 所以呢 这个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项目 好 那当然了 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网课 那有这个英文数学 科学历史 还有AP课 还有这个家庭作业辅导 还有SAT ACT评分 家庭作业辅导 这个Homo Club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的小孩子做功课都不专心啊 所以呢 这个真的 像我们很多那个把GPA拉起来都是用Homo Club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然后呢 我下星期会在这个亚特兰大 乔治亚的亚特兰大 我跟Patrick会在那里演讲 所以呢 这个是美东南玉山科技协会邀请的 所以呢 千万不要错过 在Standard Club 所以这个是8月24号星期六下午4点的这个讲座 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呢 接下来的四周呢 因为我要回台湾 所以呢 我们会有四场 这个我觉得你们是真的是很有福气 能够见得 看到这四场直播 一般我是不会推出这么 就是这么强的这个直播 但是因为我要去休假 这个四个直播呢 是第一个是UC加大线上参观 由我们的这个副主任 顾问Mekan来带你们参观 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园 然后当然他也会介绍每个学校 然后8月30号呢 是Bose Tapia 就Patrick的弟弟 会介绍UC加大的这个填表 怎么申请UC加大 9月6号是Patrick带你们线上参观 IV Plus 就是长春腾等级的一些大学 好像卡内基梅隆啊 这些都会参观 线上参观 他也会介绍这些学校 然后呢9月13号呢 Command Application 就是这个申请这些大学的这个 共同申请平台的这个填表的介绍 所以这是四场非常 真的是含金量很高的直播 千万不要错过 都是英文的啦 好 那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询问呢 或者是对于这个我们 你小孩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 都可以询问我们的这个本校 这个我们会有一个30分钟免费的面谈 然后呢也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早鸟专案给我们的初中生非常好的优惠 好 好